而苦水也往肚裡吞得更慘的是台南雪甲的 虱目魚養殖戶了 在颱風一掃過去 那撒嬤魚整片整片就在海上面 全部都翻了白度 大概有一萬兩千多尾 重達六千斤 有一位阿嬤呢 一早到了餘溫 看到心血全部泡湯了 這也是想到 就跟剛才那位香瓜阿嬤一樣 以後是要怎麼來 那麼造成了撒嬤魚整個翻白度呢 主要就是因為颱風來之前熱得半死 好了一下起雨來呢 那個水啊 溫度又一下釣下去 忽冷忽熱而造成了魚群的暴斃 阿嬤望著魚溫一邊撈一邊流淚 大量的魚群翻白度 而且這隻虱目魚都是養到了 可以捕撈上岸 運到市場買賣的程度 如今血本無歸 不睡覺啊 我也可以哭哭忍 湯一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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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吃而已 就再飼養給別人了 湯一人救的嗎 誰救的嗎 虱目魚會大量死亡 主要是因為台美颱風來前 天氣非常的酷熱 魚溫的溫度很高 不過颱風突然下起大雨 溫度之時突然驟降 忽冷忽熱 虱目魚一定會受不了 因此才會翻白度 有的養殖戶指出 算一算大概有一萬兩千尾的 虱目魚翻了白度 重量有六千斤 損失大約五十萬元 漁民難過的表示 幸好有參加器座 養殖協會敢來幫他捕撈 否則損失一定會更慘 而像這樣翻白度的狀況 已經搶救了六戶 十萬台金 雲民希望政府能給予補助 幫他們渡過難關 中文新聞賴冠章 台南報導